张德良设计师认为家应该是一个更友善的空间 注意到高龄化时代的来临 而长青族的居住品质贴心设计不足 他与团队多方研究 打造一个乐活无碍的全灵空间 玄关区以90公分缓坡道与公里域衔接 让轮椅也能轻松推进 不守摆脱冰冷金属的形象 运用设计巧思安置于柜体旁 进入室内空间 除了减少照顾者的视线死角 动线考量轮椅活动的需求 预留充足宽度 在有高度安全需求的卫浴 除了基本齿滑 设置踢脚灯 还贴心安装了鸟叫声 贴心使用者空间的转换 在洗手台浴缸的规划 为行动不便者提出贴心解决方案 而设计师也善用科技 让生活在空间中的长青族 能充分享受自在自理的生活 例如以直觉化的智能科技 提醒厨房用户安全 也能与远方家人连线 让居住者更便利安心 张德良设计师设身处地 为居住者多享一点 希望能让生活更便利一些 量身定做居住健康与安全 无余的宅地 让每个人回归单纯友善的生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